中时新闻网报道,柯文哲4300万买商办登记名下,对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用4300万元现金购入商办,前立委郭正亮大叹,我的天啊,实在难以想象,怎会做这样的事? 政治人物要感动人,一定要牺牲付出,才能感动你的群众。 民众党这时候是最危机的时刻,应该选择付出牺牲才对,又不是没有房子住,唉,我就不讲了。 台北市议员林延峰26日召开记者会,指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年5月10日以本人名义,用4300万元现金购入济南大楼三楼之48.76平商办。 对此,柯文哲回应,参考他党的惯例,选举补助款三分之二可以归个人,用那个钱去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。 郭正亮26日在,亮话天下,直播时表示,这没有违法,但重点是怎会这样做? 郭坦言,他认识这么多政治人物,也看多了,知道哪些人具备崇高的品格,会做出令人感动的事情。 而柯文哲又不是没有房子,也可以用租的,可是柯文哲选择用买的,而且还赚租金。 郭正亮举例,韩国瑜2020年选完总统,武敦一说国民党要还债,韩国瑜二话不说,一毛钱也没拿,选举补助款都拿去还国民党欠债。 宋楚瑜也都全部捐给亲民党。 郭正亮直言,这不是违法的问题,重点是政治领导人不会这样使用这笔钱,这实在难以想象。 我的天啊,郭炭,怎么好意思拿走三分之二。 对于我们这种一辈子投入政治的人,你怎会做这样的事? 我看韩国瑜的动作就知道,他的政治还没结束,郭正亮说,韩把选举补助款全部捐给党,让国民党还债,后来看到韩有在其的机会,政治本来就是如此。 郭正亮披露,蔡英文也有一段令人感动的过程。 2008年民进党大叔马英九,趴在地上,民进党要选党主席时,苏贞昌,谢长廷,吕秀莲,游席昆寺大天王全部落跑,没人愿意担责任。 后来我们终身带拱蔡英文当党主席,郭回忆,蔡英文那时候什么都不会,民进党龙蛇杂处,乱成一团,党中央负债两亿元。 蔡英文向兄姐募款,亲自下厨请兄姐吃饭,募到一大笔钱,补贴民进党。 我从这里得到启发,郭认为,政治人物要感动人,一定要牺牲付出,才能感动你的群众与干部。 在最危机的时刻没有牺牲付出,就闪了。 我看到4300万,过正量皱眉,哇,民众党这时候是最危机的时刻,应该选择付出牺牲才对,又不是没有房子住,哀,我就不讲了。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年5月斥资4300万元,购入位于林森济南路口的48.76平商办。 民进党立愿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批评,这笔高达4000多万元的购房费,再次验证柯文哲,民众党公司不分,可以再募款,恐怕就是为了遂行个人制产,或有其他个人利益使用的需求。 吴思瑶表示,民众党政治现今可说是高潮跌起,一波接着一波,被爆料,被指涉不实福报,甚至有公司不分的情形,都应当进一步摊在阳光下被检验,而今天又有新的案情进展,就是柯文哲涉及,不知是否个人名义用4300万购入移动商办,需要柯文哲本人厘清,是否坐实外界质疑。 吴思瑶批评,柯文哲在选举最后阶段,关心的除了选票,恐怕更关心的是钞票,对人民诉求的不是政见,而是不断在哭穷,喊穷,最后选战的关键几天,还在向小草们募款,而且是非常积极的由候选人当事人对外来募款,果然带动大量捐款潮,现在被验证民众党事实上不缺钱,最终这些款项用到哪里呢? 吴思瑶认为,最新被踢爆柯文哲有4300万元现金,恐怕是不明财产了,柯文哲用这笔钱远远超出个人存款总额,却能够入立法院附近的移动商办大楼,民众党完全公司不分,利用选举大量的募款所得,流入被验证是党营事业的募客公司,现在这笔高达4000多万元的购房费, 另外,再次验证柯文哲,民众党公司不分,柯文哲一再募款,恐怕就是为了遂行个人制产,或有其他个人利益使用的需求。 吴思瑶呼吁,请柯文哲,民众党不要回避,不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这个谎,社会都在等一个清楚的答案。 另外,美丽岛电子报名条显示,民众党反感度破65.3%,飙升15.7个百分点,好感度仅21.9%。 吴思瑶说,柯文哲个人人设崩塌,民众党形象也毁于一旦。 吴思瑶认为,民众党过去长久以来欠缺核心思想。